他来了他来了,他接到稿子就来了,大家好,我是小强,库里半场十加二,正三精彩瞬间,北京时间12月30日,荆州勇士VST特略活塞,这是勇士新赛季第四个课场,前三个课场二负一胜,唯一那场胜利裁判报告,还显示小李绝杀前,已经发球为例,这场战活塞,变得一样, 尤为关键,上半场打完勇士,落后三分,第三节勇士,反超一分,莫杰威金斯,先爆发帮助勇士,拉开到十分,库里登场后,收割比赛,勇士以116,比106击败活塞,拿下二连胜,乌布雷三分,终于进了,前三场比赛,十七中零,第十八个,终于命中,只可惜后面两个,又没中,整个上半场,打完三中一,不过乌布雷与威金斯, 上半场贡献了18分,也算是帮库里减轻了,一些得分压力,这支勇士百回合,只能得到90.7分,实在是太差,库里前三场比赛,打得都很累,此一上半场,库里还好,库里首节,打满了12分钟,六中三,三分三中一,拿下七分一篮板一助攻,第二节六分钟,没有出手滑球,拿了三分, 半场六中三,拿下十分三助攻二篮板,萌神真的很难,在德雷蒙德格林,没有付出前,他连有效的挡拆掩护,都难得到,他自己,也在做一些调整,库里上半场,有两个中距离,这就是调整,所有的球队,都在掐库里的三分球,前三场比赛,他三分三十五中九, 他在借挡拆掩护后,不急于出手三分球了,用中距离来拿分也不错,库里生涯中距离的命中率,其实也高达49.9%,当然这也是,没有办法的调整,若还有追梦,KD克莱他不需要这样做,第三节一开场,勇士打出一波17-5的小高潮,完成反超,库里连续命中,两个衔接段的三分球,连拿六分,还两次助攻乌,库雷拦下命中, 感觉那个,摇头晃脑的库里回来了,随后勇士的防守,还是出现了问题,被活塞缩小到一分,克莱第三节,单节九中五,三分五中三,拿下13分二助攻一篮板,三节打完,23分五助攻,三篮板一抢断,莫杰威精思觉醒,连拿15分,帮助勇士拉开分叉,库里休息了,整整七分才回归,库里登场,就命中一个三分球,随后库里制造了一波, 三分犯规,库里连续得分帮助勇士,再度拉开到十分以上,莫杰库里四分中,拿下8分二篮板,全场比赛,十七中九,三分九中五,罚球八中八,拿下31分,五篮板六助攻二强断,前三场比赛库里,三分球三十五中九,但这场比赛,三分九中五,库昊回来了,文言小白, 他走了他走了,右下角点个赞,再走啊老板